哈囉各位朋友 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們開直播分享的社團 是在Artist的社團裡面 那今天要介紹安裝的車款 上次我有忘記是不是在這裡開 上次Artist的話12代是在 在高雄的人舞的泳衣輪胎 不對不對 是三明店 是三明店的泳衣輪胎 那我們有在那邊一樣開的車種也是一樣 但是KT的產品就好像是手機 大家在使用的手機一樣 會不斷不斷的進化 所以有不同的一直進化的版本 那今天不同的版本是在於它前面的彈簧 我們又做了一個更舒適的設定 那後方的調整機構也稍微有做了一下修正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一台是12代的Artist 那最厲害的就是他在車媒體上 最常曝光的就是這一台的底盤 它已經改成是TNGA的底盤 跟前一個世代的10代11代的Artist 是完全不同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原廠的避震器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懸吊系統 基本上跟前一個世代一樣 都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一樣是賣花層 這裡有一個軸層 那前面賣花層的作動形式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我們在旋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在通常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會有一個軸層 所以經理這樣轉的時候 它是可以稍微會轉動的 這個是下方的話有一個上座的軸層 那最大的TNGA的改變 是在後方的懸吊系統 前一個世代的Artist 它算是一個扭力量的懸吊系統 所以在操控性上的表現 就沒有辦法像多連桿那麼棒 那這個世代它已經改成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而且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 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後座裡面的空間 會加大 但後座空間的加大 其實只是這個底盤衍生出來 另外一個很棒的附屬的架實而已 最棒的還是整體它的操控性能 會好很多 像是這個後方的 以這樣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來說 它的阻尼這樣算是短 因為它的避震器的擺設的位置 是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阻尼值比較硬 行程也會比較短 所以這台車前一個世代的話 阿提斯改個短彈簧還好 這一個世代的話 如果車友們改的是短彈簧的話 那恐怕就會稍微壓縮到它原廠行程的作動的空間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避震器 那後方上座本來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這個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機構 這是後方的阻尼 它的阻尼值 以這樣的懸吊系統來說 算是比較有一點兼顧到應該要有的操控性 因為以往的阿提斯來說都是以舒適為主 那這個世代不一樣 它的基本的操控比上一個世代進步非常多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改成KT的一個機構之後 它的上橡皮、下橡皮還有後上座 都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好 我們先來這邊好了 好 來 這個是 好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你先過去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它的上座 這個是 這個是在它本來上座的話有一個試蓋 那試蓋的話 下方這裡有避震器的上面三顆螺絲 這三顆螺絲的話是在固定上座的 改KT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上座是可以不用沿用原廠 不需要再拆原廠來沿用 直接就有附一個新品 那這一個世代因為上座的話 TNGA的 從最早的CHR 還有KAMERY8代 RA4 RA4沒有RA4的話是裸露的 所以這些比較中小型的車型 它的上面這個飾板都是蓋住的 那如果要變成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會建議在安裝的時候 就是這裡鑽一個小孔 就有辦法直接做調整 那車友的話是經理好朋友 所以他也有 本來就有裝了一個SUMMIT的所有的套件 前面的引擎式拉桿 這裡的強化拉桿 還有下方的結構桿 都已經有做一個強化 然後前面的話 剛剛介紹的部分 這一條彈簧 它本來以前的話 我們是用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那後來的話有做一個改版 就是讓它前面的舒適度會更好 像這樣的直捲彈簧 跟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性 就是我們在遇到坑洞的壓縮 跟回彈的時候 直捲彈簧 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 那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大概百分之三四十的力道 壓下壓跟回饋的時候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這樣的彈簧形式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這個線距就代表它彈簧的形成多寡 像這樣的彈簧形式 它的線距也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作動的形成 也會比較多一點點 大概多了最少有三四十趴 這個是前面彈簧的部分 那前面的離載串 正常來說 以KT的設計是 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但是車友的話 本來就已經有改裝了 這個也是Summit的可調式的 強化的離載串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話 我們就直接沿用車友本來就改好的 但一般來說 KT是不用再多改這個離載串的部分 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 這裡的話 這個世代的下方的油管架 還有ABS感應線之類的 這些都是沿用原廠的固定位置就可以了 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 算是比較簡單吧 如果我們把它整體長度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如果這個把它整體長度縮短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 不會因為去壓縮彈簧 而讓它的乘坐感覺不好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KT的用料 我們其實經常在 經常在那個 在粉絲團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 那只有 安裝在Artist的時候 才會在Artist的社團裡面 跟大家分享 不好意思我們背景聲音 還持續在施工當中 所以會比較吵 所以 像這樣的 KT的用料 之前如果有看過經理介紹的一個 安裝直播分享 就可以了解到 KT的話 用料 一路以來始終如一 像是前面的 這個 避震器裡面所填充的阻泥油 是使用 意大利 一整桶 200L 進口的一個IP的阻泥油 這個IP的阻泥油 如果要縮水的話 它算是還蠻厲害的 譬如說 意大利有一個重型機車的品牌 叫Aprilia Aprilia 它的前叉指定用油 跟後避震器後懸吊的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名油 它的油品的話 的確啦 比這些混裝的油品 或者是不知名的品牌的一個主名油 會貴很多 但是它的耐久度跟抗衰退性 都表現得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都還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名油 那在裡面 攸關到 避震器壽命的油風部分 這個就厲害了 像是Artist的話 有很多車友 推崇的是 日本TEAM的品牌 日本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棒的NOK的油風 那NOK的話 也許有可能 車友們不是在工業界裡面 不知道這個品牌的厲害 那可以啦 可以在Google裡面 搜尋一下 NOK 然後All-in 或者是NOK 油風 就可以了解到這個品牌 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它的 產品的一個油風的耐久度 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 KT一直以來都是使用這個很棒的零件 那KT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是KT 我們不是一個輪胎行 或者是一個改裝店 因為我們這裡 在這裡做直播的用意 最主要是要 分享KT的產品給大家 其實 我們這裡最主要是製造而已 那販售的話 車友們可以在台灣 從基隆到高雄 屏東都有我們配合的店家 甚至是宜蘭 宜蘭是在 好像宜蘭還投層 宜蘭 宜蘭也有 花蓮也有 花蓮的話是在吉安吧 台東也都有店家 可以跟車友們來做安裝的服務 所以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那製造工廠有什麼樣的優勢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IP的阻尼油 Locale的油風 這些東西即便那麼高檔 但是有可能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有可能要做 要做汰換 所以IP的這些零件 都是可以 日後久了 KT的工廠 都是可以來做維修的 雲林有嗎 雲林 雲林也有 雲林虎尾 虎尾 經理的話 對虎尾比較了解 虎尾的話 有一間佳心底盤 佳是一個人字旁在兩個圖 佳心是復心的心 佳心底盤 那裏的也有辦法詢問到KT的產品 而且那裏的話 是一個比較專業的一個安裝跟底盤定位店 雲林 對啊 西羅也有 所以如果有需要 有需要詢問各地安裝的據點 或者是價錢 或者是想要試乘的話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都有辦法幫大家先做服務 因為避震器的選擇 你問經理或者是問KT的人員 一定不準 我們一定會老王賣瓜說 KT的產品多棒 但是避震器的選擇 經理會建議大家 多多試乘 也許有可能比KT的更好 或者是CP值比KT更高 那如果我是車主的話 當然會推薦那樣的產品 但KT的單價真的不會很貴 而且KT本身有很多的優勢 譬如說我們有開發的能力 有後續維修的能力 有完整的銷售體系 可以來服務車友們 所以這個是KT本身 比較具備優勢的地方 那當然啦 所以回到最遠點 選擇避震器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要多多試乘 多多比較 我們來介紹後面 後方的話 它的本來 車友們就一樣有裝了一些拉桿 這個是經理好朋友的車 它本來就有裝一些拉桿 那這一個世代TNG的底盤 如果認真要來說 它後方的防晴感 哇就跟其他的車系 就差異的非常大 像它原廠的後方防晴感 就已經非常粗了 所以它本來的一個原廠的操控 就比前一個世代的Artist 會要來的好太多太多了 那今天的車友們的要求的車高 原廠是大概四指幅 那預計降到大概兩指半左右 後方的話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後方的阻尼 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從這個地方有一個旋鈕 從這個地方我用手指頭搓它就會動 往順時針的話它就變軟 往逆時針它就變軟 所以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來做調整 可以調整到車友們想要的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 調整阻尼的軟硬度 有兩個秘訣而已 第一個輪胎的胎壓 像這個輪胎的胎壓 它胎壓一定要先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像日系車的話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就有一個 胎壓建議值 像這個胎壓的話原廠冷胎壓 大概都32psi左右就可以了 那把胎壓設定正確之後 再來調整軟硬度 調整軟硬度的還是有第二個秘訣 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一致沒有關係 但左右一定要一致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後方的車高調整 跟前面不同 不是靠這個桶針的長短來調整 車高的調整不是調這裡 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下方的調整機構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是靠這個調整機構的長短來改變車高 這裡遮住了 這個角度比較清楚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在下方這裡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車高 那桶針它其實也是可以調整長短 調整長短不會改變車高 這個的桶針長短 它只是來取決於後方彈簧的預載 像這一條彈簧我們打的長度 自由長度是230mm 就是23公分 所以這個彈簧千萬安裝 把我們現在輪胎拆掉了 現在齒一量絕對不能預壓說過多 那預壓說過多超過5mm 它的整體的調整起來就會不好做 不協調 所以後方的安裝是有特殊的技巧 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調整完畢之後 再把這個托盤鎖緊 基本上後方的安裝就完成了 可是這台車後方 畢竟它是一個多連桿的結構 所以如果車高要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像它原廠的一個車高大概是4指幅 可是如果要降低大概到2指半 甚至是2指以下 更低的話它的後輪的角度 後輪的Camber角度 這就是後輪 後輪這個角度就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變得比較趴之後 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輪胎內側就會異常磨得比較快 所以建議車友們如果要降低的話 就建議這台車要多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後方多靈感懸吊 一般來說都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Focus還有Focus的話 就是一代二代三代 四代的話已經有ROMO 也已經改成多靈感的版本了 多了一個選擇 這些車種還有CIVIC八代九代 這些車種的後方選電 如果要降低車高的話 其實都建議大家一定要多改裝這個仰角調整器 對輪胎的模號會比較均勻一些 OK 以上是今天的Artist的十二代 這個四代是最新的十二代的一個安裝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了 拜拜